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不得不说 现在的小年轻秀恩爱真的是太会了 有恋情就直接曝光 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受损 不过也不能全怪他们 毕竟爱情这个东西本来就很玄乎 这不 雷雷和露丝也在微博开始互动了 先是露丝发微博 晒自己与小姐妹的下午茶 还带上了自己的狗狗 完全就是一副小公主游玩的景象 而雷雷也晒出了自己外出游玩的照片 并且也带上了自己的小狗小北 就离谱 怎么会有人随随便便做个小表情 就这么帅呀 真的是要迷死姐姐了 而最近听到 无垒最多消息的应该是和赵金脉 在暴雪时分 电影官方为了给观众打一针强心计 前几天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 无垒在电影中的最新路透照片 让网友们大开眼界 照片中 无垒身穿白色衬衫 搭配黑色西装外套和领带 显得十分绅士优雅 他站在雪地中 眼神深情而坚定 仿佛在等待着心爱的人 他的侧颜更是美得让人窒息 线条分明而立体 散发着无法抵挡的魅力 看到这组照片 网友们纷纷表示 无垒真的是越来越帅了 白衬衫真的太适合他了 这个侧颜可以秒杀全场啊 我已经被迷倒了 无垒在电影中的角色好有感觉 期待看到他和女主角的甜蜜互动 无垒真是太有才了 不仅会演戏 还会唱歌 跳舞还赚了这么好看的电影 5月4日上午 《真我热密》正式宣布 新生代实力演员吴磊 成为全球品牌代言人 而双方合作之后的 首款新品《真我》 11系列也将于5月 10日发布 从国民逼逼到实力出圈的 不涉险演员 为了以过硬的演技 优越的形象 强大的可塑性为基础 不受题材角色剧种的限制 凭借多样性的作品打开受众圈层 拓展受众广度 在品牌理念与文化上 我磊的大众形象 和音频表现与真我热密 所传达的感乐集 作为品牌理念与初心相契合 真我感乐集的品牌 以念与代言人吴磊 不涉险的发展路径不谋而合 双方将一起乐集向上 开启全新征程 前段时间 有消息传出吴磊和于书欣 将合作黑莲花攻略手册 同时还直接上了热搜 当时的大概意思是 黑莲花攻略手册 这部剧女主于书欣是确定的 但是男主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吴磊 一个是丁雨昕 不过吴磊那边有要求 如果出演这部剧 那么他要一番的未知 丁雨昕那边则不同 他可以二番最后的决定权 是取决于于书欣 看他选择哪一位 当时网友纷纷吐槽 于书欣难道是投资方吗 他有什么资格选哪个男艺人呢 现在关于黑莲花攻略手册的新爆料又出来了 女主于书欣不变 男主成了丁雨昕 所以吴磊这是落选了吗 于书下吗 不过面对这种情况 相信吴磊本人是无所谓的 毕竟现在的吴磊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小童星了 人品在娱乐圈也是出了名的好 曾经有一段拍摄花絮 让我们看到了吴磊不同寻常的涵养和品质 这段花絮来自去年热播的剧集新汉灿烂 当时赵露丝和吴磊拍摄起马戏份时 赵露丝被飞奔的马匹 吓得口出粗言慧语 这些话语并不堪入耳 也让他原本青春甜美的形象造受了打击 引起了网友们的不满和转黑 与此同时 吴磊却表现出了绅士风度 尽管受到赵露丝激怒的情绪影响 吴磊始终保持涵养 并通过幽默的方式帮助赵露丝缓解情绪 拍摄结束后 他给工作人员发了红包 这段花絮已经曝光 吴磊的好脾气再次圈粉无数 但这并不是吴磊第一次展现出他真实的人品 在某个综艺节目中 他更像网友们看到了他坚持自我原则的一面 却作为首位被淘汰的嘉宾 以徒弟的身份与吴磊一起推销产品 然而却亲自利用自己的明星光环 直接向路人推销 却遭到了吴磊的反对 吴磊认为这并不只是一个游戏 而看亲子则认为这只是玩闹 最终两人没有达成共识 看亲子在阳台上哭泣 吴磊看到后感到非常的愧疚 并向看亲子道歉 尽管看亲子说他哭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但他的行动却表明了他的真实想法 在大家开会时 他甚至特地挪开凳子 向刘涛表达了想要换一个师傅的想法 这样吴磊感到尴尬 但他也只能用玩笑来缓解尴尬 看亲子的操作方式 让不少网友称他为绿茶 而吴磊则被赞誉为品质优秀的艺人 虽然吴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但他并没有在意 而是坚持做自己 未来可能做梦都不敢想 职场PV居然会落到自己头上 在一档节目中 明星们被要求打印自己房间的照片 用于宣传 但由于打印机的使用问题 大家都有些犯难 只有吴磊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最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如愿以偿地打印出彩色照片 但那张汉听完后 他来求吴磊帮忙打印 可吴磊因为时间紧迫而拒绝了 这一拒绝导致张汉的脸色瞬间变差 而林心如则表现出了对吴磊的不满 认为吴磊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 这种道德绑架让吴磊不得不妥协 看到杨阳背负婆们包围的情景 吴磊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与他的真正差距 这个场景发生在2022年的宝格力晚宴上 沃雷卖力的推销成功 让一位富婆花费了78万 在场的其他明星也都变成为高级销售 卖出一件珠宝 就能拿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提成 这让拍戏赚钱的速度都黯然失色 虽然张思义也在这场宴会上左右逢源 但只有杨阳在场上无需过多的付出 就能把钱挣到手 作为宝格力的代言人 杨阳只需要站着 无数珠光宝洁的富婆就会涌向她 这些富婆都是宝格力的VIP客户 身上随便一件珠宝就价值连城 但当这些富婆看到杨阳时 她们就会变成花痴 想给她灌酒或是与她合影留念 虽然这些富婆的脸上布满皱纹 但从保养得当的一双手就能看出她们的来头不小 在拍照结束后 娇蓝的公关负责人还想与杨阳深入交流 但杨阳只能战术性地咳嗽 对杨阳来说 这样的情景已经司空见惯 她只需要不慌不忙地开启带货模式 然后凭借她那张专门又不富婆的脸拿下消灌 相比之下 吴蕾的带货表现则十分惨淡 因为她年纪太小而被富婆们嫌弃 最终销量惨遭垫底 这场宴会揭示了娱乐圈最为现实的一幕 明星们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 但在绝对的诠释面前 她们不过是一群赏心悦目的销售员罢了 在2020年 吴蕾的一段骑行视频突然爆火 而她在其中的举动再次展现出她的品质 当时吴蕾在骑行的过程中 结识了两个志同道合的骑手 三人谈得非常投缘 于是吴蕾提议三人一起合影留念 但在拍照时 一个素人小哥 应怕自己的腋下相继绕到吴蕾而没有举起手臂 然而 细心的吴蕾注意到了小哥的顾虑 并主动帮他举起了手臂 这件事让三人成为朋友 经常一起骑行 吴蕾甚至彻底爱上了骑行运动 每当其他明星坐着保姆车上班时 吴蕾都选择骑自行车 他在骑行时还不忘让路人帮忙拍照 甚至与他们闲聊 吴蕾在一次剧组转场时 还选择骑车前往 尽管他并没有长扑骑行的经验 他欣赏沿途的美景 与路边的鸭子互动 即使迷路也不怕被人认出来 他的真实 低调 朴实的形象 令人们对他更加尊敬 吴蕾因此获得了无数粉丝 并成为许多经济公司学习的榜样 这并不是吴蕾在作秀霍树里人设 而是他与大家分享他热爱的东西 因此他因真诚和正能量 而受人尊敬和喜爱 他的成功并不只源于他惊人的颜值 而更是因为他真实坎称河具有正能量 那么你喜欢吴蕾吗